我們的外景團隊 又是大半夜就出門 我們來爬山 我們現在在新北市的 石定山區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選擇來石定呢 大家看到我所在的這個場景 這是哪裡 這不是在拍廣告 這是在一個茶園 那為什麼要來茶園呢 那是因為冬天快要到了 先告訴大家 下個星期真的會有冬天的感覺 氣溫會明顯的下降 所以冬天到了就要喝冬茶啦 今年的冬茶特等獎 就是來自這個茶園 很特別吧 所以今天我們就特地 來到這個茶園 帶大家看看 我們新北市平林 石定這一帶的茶園風光 雖然說現在天色 還沒有完全亮 但是現場真的讓人感覺 非常的舒適 空氣好清新喔 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現在一定很羨慕我 因為中南部的空氣品質很渣 像我們在這裡空氣很好 我覺得我的過敏跟咳嗽 好像都有好一點的感覺耶 好啦 在天氣的部分 趕快帶大家一起來看看 現在外面的氣溫 其實今天早上有些地方 其實溫度滿低的喔 像是淡水 甚至是台中的無極 還有嘉義 低溫都只有21度左右 淡水當然是因為東北風比較強 所以感覺就比較冷一點點 中部地區則是有一點 輻射冷卻效應 所以我們要特別提醒 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從昨天開始 其實在東北風增強的情況之下 整個環境已經開始 進入秋冬的環境的時候 中南部的日夜溫差 就會變得比較大了喔 甚至有的時候有都10度左右 中南部的觀眾朋友早出晚歸 就要特別的注意一下了 再來就要看看雷達會波圖了耶 其實大家很關心的是 從昨天開始 東部地區的雨勢下的好大喔 所以氣象局發布了大雨特報號 昨天下雨比較明顯的是在花蓮跟台東 今天來講包括了宜蘭 甚至包括了基隆北海岸 也會開始出現比較明顯的降雨囉 所以要提醒今天整個 東台灣的觀眾朋友 基隆北海岸的觀眾朋友 務必要帶雨去同時 在遇到比較大的雨勢的情況之下 要注意安全 大台北地區其實今天具有一點像這樣 雲浪會比較多一點 甚至有一點飄雨的狀況 所以要提醒大台北的觀眾朋友 帶個雨去比較保險 然後要添加一個外套 當然大家很關心說 現在都已經11月底了 那個煙花颱風到底是怎麼樣 我想它的名字取得真的不錯 煙花就是一閃即逝嘛 所以下一個星期 煙花就會北轉了 對於台灣是不會有直接的影響的 至於今天各地的溫度預測 我們趕快一起來看看 今天北部地區 其實溫度跟昨天是差不多的 大概就是25 27度的高溫 低溫大概當然就是22度左右 不過因為今天我剛剛提到 陽光會比較少一點點 甚至會有一些飄雨的狀況 所以感受上來講 體感溫度會比較溼涼一點 所以北台灣的觀眾朋友 今天如果真的比較怕冷的話 就稍微穿多一點點 中部地區今天的溫度 也比較下降一些些了 高溫來講大概是29度左右 不過下雨的機會還是很低啦 在南部地區天氣還是相對是穩定的 高溫還是有幾乎有30度 不過跟前兩天比起來 稍微下降一些些囉 遠東北風已經開始越來越強了 當然東部地區大家會發現 宜蘭的高溫大只有24度 而且降雨的機率有80% 所以在東部地區的宜蘭 是最濕最涼的狀況 花蓮跟台東降雨的情況 也都有70%左右 東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記得大雨句 至於外島三個地方 日夜溫差都是比較大一點點的 但相對來講 天氣都還是比較穩定的 最後我們要看看天氣不可不知了 再次提醒大家 其實在今天整體來講 東半部地區是有大雨特報的 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 大台北地區的話 就是從今天開始跟明天 會有飄雨的狀況 其實我們在石地 你會感覺已經有一點點毛毛細雨了 所以大台北的觀眾朋友 今天除了要天價外套之外 也要記得大雨句 至於中南部 雖然天氣很穩定 但是懸浮為力的指標 又開始往上飆升了 所以中南部的空氣品質是差的 另外基本就要趕快跟大家 預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前一陣子 整個這個高壓回流的影響 跟北市說高溫有32 33度 一點都不像11月 不過下個星期 會讓大家會有很明顯的 有冬天的感覺 氣象局已經說了 大概從下個星期二開始 今年入秋以來 最強的一波冷空氣 就要開始南下了 所以從下個星期二開始 北部跟東北部地區的氣溫 就會開始溜滑梯了 下個星期三 星期四 可能高溫是不到20度的 請特別注意一下 前幾天高溫有33度 但下個星期高溫是不到20度 低溫甚至要下灘到15度了 所以真的會有冬天的感覺 這個週休假期 如果你要跟戒本一樣 跑出來玩也很OK 但如果你要在家裡的話 可以把你冬天的衣服來整理整理了 因為下個星期 北部 東北部 明顯的會降溫 會冷了 是真的是冷了 不是只有涼了 因為低溫它只有15度 甚至連中南部地區 也會開始降溫 高溫大概也只剩下了25 24度左右 所以下個星期 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會有很明顯的 降溫的情況出現 不過這個週休假期 雖然在北部 東北部 有一點下雨的狀況 但還算OK 還不算特別的冷 所以如果想出去玩的觀眾朋友 當然也是可以建議 大家出來走走啦